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再看一看有关于对战的算板题 这一次呢,我们用对战来判断一个括号字符串能否相互匹配得上 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呢,往往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用这个if-else语句比较多的时候 特别是if-else语句又相互兼套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头魂脑乱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突然觉得当下这个右括号不知道跟上面几百个左括号哪一个是匹配的 那么编译的时候呢,由于括号不匹配的话 就容易出现一堆莫名其妙的错误 那么我们人眼看不出括号能否匹配 但编译器却很快就判断出来了 所以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为什么编译器是能够明察秋毫的 所以我们这一节的算法就给定一个字符串 大家看在这里面一个括号字符串 你第一眼看上去啊,很难知道它匹不匹配 也就是说一个字,括号字符串匹配就是它的左右括号要配对得上 那么现在我们给对一个字符串只包含左右括号 那么让大家判断,给定一个算法判断 你这个左右括号是不是匹配的 比如说你可能是右括号多啊,或者说是左括号多啊 那么在一个匹配字符串里面,如果左括号有三个 那么右括号有四个,这样的话就匹配不上了 因此我们要给出一个有效的算法去判断 给定的一个只包含左右括号的字符串 它里面的左右括号是否是能够准确配对的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算法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呢,对一些算法问题呢 只要你选到合适的数据结构呢 实际上你基本上就相当于把它解决了 对于这个问题呢,如果使用对站的话 要解决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用对站是怎么解决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每一次去扫描这里面的 这个字符串,也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字符串中的 每一个字符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如果我第一次扫到是左括号的话 那么我就要把这个括号,左括号给押入对站 如果扫描到是右括号的话 我们这时候判断一下 扫描到右括号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对站是空的 就表明没有左括号跟当前的右括号配对 这样的话就表明整个字符串 就左右括号就不笔配 那么如果扫到的是右括号 并且对站不为空 我们就要把对站顶部的这个左括号给弹出来 然后越过当下这个右括号 然后继续往下走 那么第四个呢 如果所有的到第五步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括号都读完了之后 发现对站里面不为空的话 那就表明这个字符串中的括号不笔配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要把左括号给押入对站的 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括号字符串都扫描一遍之后 发现这个对站仍然不为空 这就表明我们这个左括号比右括号要多 这样的话整个左右括号就不能匹配了 所以这时候一旦这时候所有字符都扫描完了之后 仍然发现这个对站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的就判断这个字符串算 这个字符串呢 是里面的左右括号呢是不笔配的 那么如果我们扫描到最后一个括号 那么这时候发现括号 如果我们扫描到最后一个右括号 然后发现这个 把这个对站顶部的这个元素弹出来之后 发现这个对站正好为空 这就表明我们这个字符串里面的括号就正好匹配了 所以根据这里面的说法呢 我们就有了以下的这个编码 在我们的代码实现中呢 主要分两部 一个是叫做这个parameter 它主要用来匹配这个字符 括号是否匹配 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个说法里面的实现是这样 在这里面大一个 在这里大家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用一个对站 先用一个对站 对站里面的这个存储的元素是一个字符 这个pair and destroy呢 是用来存储这个括号字符串的 在这个is match里面呢 我们就实施刚才所讲的这个五步的算法 第一个for呢 我们先扫描这个括号字符串里面的每一个字符 由0开始到这个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字符结束 那么一旦我们去扫描每一个字符的时候发现当前这个字符是左括号 我们就把这个左括号给押入对站 如果发现当前的字符是右括号的话 我们要做一下判断 如果这时候这个对站是空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不匹配 如果这个对站不等于这个左括号 我这一步是多余的 实际上在因为我们在对这个对站进行押入的时候 我只是在这个左括号的时候才押入 所以实际上我在这个代码这一步判断其实是多余的 拿到代码之后可以自行把它给删除掉 这样的话 如果说当我们这边遇到是右括号的时候 这时候对站为空 就表明没有多余的左括号 能够跟当下这个右括号去匹配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返回是一个forse 如果是我们读到了一个非括号的字符 我们就抛出一个异常 那么整个forse环走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堆在里面居然还有左括号 就表明这个左括号多了 没有相应的右括号去跟它匹配 于是呢我们就要返回一个forse 告诉这个结论是我们找不到对应的这个华号匹配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用这个 用这个堆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代码 在这个主入口的时候呢 我们会输入一个这个括号字符串 大家看 输入一个括号字符串 然后去把这个括号字符串 用来初始化我们这个mature 最后再看一下这个mature 调用这个mature的mature函数 看它是不是能够匹配得上 我们运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括号字符串 在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匹配得上的 这里面这个左右括号是匹配的 然后这里这外面这一层又是匹配的 然后这里这一个又是匹配的 我们这里少了一个 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括号整个是匹配的 大家看如果我们用人远去看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难去去察觉这个括号是不是匹配的 一看就晕头了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算法走起来看一下 那么起来之后 我们反复为处就表明我们这里这个括号字符串是匹配的 因为外面这一个外面这个括号跟左边这个匹配 然后这个呢 那看这里这个括号跟这里这个跟这个选中括号匹配 里面这个呢就相互这里面就又匹配一次 然后在这边呢 这里又是一个匹配的 最后在这外面呢 这里又是一个匹配的 最后在整个这个外层的括号又相互是匹配的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人也很难看 但是用对战来判到的话很快就判得出来了 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match的结果是处 也就是它是匹配的 我们去掉其中一个右括号看一下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看当去掉一个右括号之后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false 就表明我们的算法能够成功的判断 当前的括号字符串是不笔配的 我们恢复起来 然后去掉一个左括号看一下 好 我们随便去掉一个左括号看一下 然后再运行一下 那看又是false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这里面的括号 左右括号不匹配的话 我们这个算法都能够正确的 反复它这个匹配与否的这个结果 那么对于一个肉眼很难察觉的 这个匹配的括号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算法就很容易解决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编译器能够明察求好 一旦发现我们的代码里面的这个监套括号 不匹配的话 它总会放出一个一大堆错误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算法的复杂度 在我们的这个算法运行过程中呢 大家看 在我们算法运行过程之中呢 我们使用的是在 我们只是对每一个字符都便利一次 所以外层只有一个for循环 在for里面呢 只做一个常数级的判断操作 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on 因为我们只对这个字符串的个数全部扫描一遍 那么我们在我们用的对战 每一次这个过号的一个字符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压着对战 因此我们没有分配新的内存 这样的话 我们的空间复杂度是o1 大家看我们的时间复杂度是on 然后空间复杂度是o1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的这个判断呢 实际上呢 效果上来看的话 从时间复杂度还是从空间复杂度上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高效的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看似简单 但是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还是比较实用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这一节我们就讲了这个如何利用这个堆战 来去判断这个 括号字符串中的括号色和比配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大家后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那么我可以及时的把各种信息发在公众号里面 方便大家取得 OK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个程 谢谢大家